这等红灯的时候 到底是踩着刹车还是挂在空档 手动档和制动档不太一样 一个个讲 那这个N档其实就是空档 对吧 英文的NONE 手动档等红灯的时候 如果不把档位退出来放在空档上 那基本上就是要一直踩着离合 不然会熄火 对吧 那一直踩在那边 左脚内部说 离合器有可能会损害 这个离合踏板一直踩住 里面有一个叫分离轴层的东西 它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长时间的话 有可能会损坏的 它其实不是一个 长时间可以工作的元件了 里面是像猪油黄油一样 提供润滑的 磨着磨着磨到后面 要么油没有了 要么磨损家具了 就要换配件了 手动档不是没N档的吗 你挂在中间 它其实就是N了 那手动档相对比较好理解的 你不挂空档熄火了 那自动档呢 自动档也是不需要挂N档的 没有必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挂的D档踩刹车 一直踩着 完全没事 那你想要挂空档呢 当然也没有问题 这里要消除的一个误会是 必须要挂这N档 这个观念是错的 就是D档踩着刹车 完全没事 这个和发动机的原理有关系 那最常见的 就是普通的AT自动变速箱 它其实不像我们脚踏车一样的 你前面脚灯 就有个链条 拉在那边的 往后面走 像这种的话 长时间奔在那边 你就想这种玩自行车的 原地要停在那边 两个脚蹬住 这个车子还不会动 甚至是轮胎都会翘起来的那种 时间长了 肯定是维持不了平衡 要么摊掉 要么脚抽筋 是吧 但是它这个自动变速箱 它其实不是刚性连接的 它里面有发动机油的 主要是靠发动机这一段动力 传输过去 搅拌这个油 就像电锤风一样 从A点发动机这里 这个风就吹到B变速箱这边去了 变速箱就跟着这个风一起来转 然后它再吹一波风 吹到轮胎上面轮子就会往前面走了 那这个是简单的便于你理解 复杂的我们机械原理 我们就不严谨的讲了 那简单的说 就是它不是刚性连接 一直踩着D档 唯一会影响工况的 是你这个变速箱油的温度会上升 你不要听到上升就害怕 它上升的这个温度 微乎其微 那和我们正常开起来 或者极加速比的那个温度 根本就没法比 所以说你挂在D档 刹车踩着不放 等红灯 等个十分钟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我们为什么 还有这个挂N档 这一个说法呢 一个呢 就是说 自动挡的车子 你刹车松掉的时候 它车子不是慢慢往前走的吗 大家会觉得 这个是往前蠕动的一个力 你强制性的给它定在那边 或者说把它拉牢 是不是会拉坏的 车子很耐用 它是不会坏的 那脚踩的很酸嘛 挂着空档 我再拉个手杂 我可以休息一下 这个大多数都是开过 手动挡的朋友的习惯 自动挡上这么用 也完全没事 但如果把它认成 这是唯一的 最标准的操作方式的话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双离车变速箱 虽然和普通的AT不一样 但是它和手动挡 还是有不同 它是通过双离合模块 和发动机连接的 它这个当初就是 设计好在那边的 你D挡挂在那边 刹车踩住 也是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的 你频繁的过红绿灯 频繁的等 频繁的D挡N挡来回切换 有可能会把这个电磁阀 给搞坏掉的 那这个电磁阀 它是这个自动挡车子 它换挡的核心部件 就没有电磁阀 车子是没有办法换挡的 90%的自动变速箱故障 都是由于这个 电磁阀故障所引起的 你基本上就这么系好了 变速箱 它要坏就坏电磁阀 电磁阀一坏 整个变速箱统统都坏 所以说你这么D挡N挡 来回换的话 反而负荷是比较大 那这个D挡到底 是干什么用的呢 拖车的时候用 这自动挡的N挡 最大的作用 就是拖车的时候用了 车子坏掉了 爆胎了 需要维修了 你刮个N挡 人家可以把你这个车子拖走 因为变速箱的连接 是会被断开的 这个就不会损害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部件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重新启动车子使用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呢 这个车子挂在D挡 是没有办法启动车子的 都是在P挡上面 熄火或者是启动的 对吧 但有时候 产生一些小故障的时候 它会锁死 这个时候推到N挡 再试一试 有可能再能发动起来 简单的说 自动挡车子的N挡 除了解决故障 维修 以及脚酸的问题以外 它没有任何的必要性 就是说你要挂N 没问题 但你说一定要挂N 这是错的 等等红绿灯 30秒 60秒 甚至是3分钟 5分钟 挂在D挡 刹车一直踩住 只要不显脚酸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现在有些 比较好一点的车子 都是用auto hold 这个功能的 你这哪怕脚松开 它自己还是会给你 杀在那边的 油门踩一脚 自然就往前面走了 我觉得这个功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如果预算允许 各位朋友 宁可不要掀气灯 也要有个auto hold 那么关于变速箱 我去查这个资料的时候 顺藤摸瓜 拔出来的其他很多小干货 比如说 一个双离合变速箱 它到底可以用多久 手动挡和自动挡 这么一年用下来 全部加一起 到底相差多少钱 而变速箱 它最容易因为哪些缘故 报销 坏掉 或者说是让我们掏大钱的 刚才那几个问题 如果你像我一样 也有兴趣想了解一下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自动挡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公众号 每天都会给你推送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 都有 你可以调自己喜欢的 那想要知道 变速箱到底可以用多久 手动挡比自动挡 到底省多少钱的话 很简单 手机打开微信 直接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自动挡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